作为一个读作家的话 我们的生活相对来说是比较孤独的 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在一个 自己并不是很熟悉的城市 也不会认识那个城市太多的朋友 只不过就是跟乐团合作 然后上台 然后就很快地离开 作为一个老师来说 你身边会移轻小朋友们 还有你的同事 这个社会环境和生活圈 会变得穿大了很多 所以说这是我刚才开始体验的 一个挺有意思的 挺丰富的一个生活状态 做了父亲之后 女儿对您的这个事业 您觉得有影响吗 我觉得所有的爸爸对自己的女儿 都是一种特殊的感情吧 我不知道一个妈妈对儿子的感情 是不是可以等同来看待 但是我觉得一个父亲 对女儿的这个情感可能是 特别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感 我女儿出生以后 不能说她对我的音乐事业 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可以说对我的人生观 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就是说 之前吧 总会有些人问你 就是说你认为这个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觉得是这个 有些时候就是那个 也回答的不是非常的 令我自己幸福吗 有了女儿以后 我就觉得其实 就是我现在觉得 就是生命的意义就是生命 因为你看着这么一个小小的生命成长 一天天长大 一天天从步里蹒跚变得可以 现在活蹦乱跳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就我个人来说 这是我们 我自己本人可以认知的 这个界面里面是最大的奇迹 就是生命 特别是人的生命 所以说我现在感觉 生命的唯一的意义 就是生命本身 就是我们有这个机会 或者夫妻 能够感知自己一辈子 能够体会到人生的这些情感 或者是一些欢乐 还有坎坷 那么有机会看着自己的孩子 一天天长大 看了这个奇迹 在你眼前一天一天成为一个现实 这是一个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经历 在我看来 超出这个也没有什么别的了 那音乐呢 音乐 音乐当然了 音乐就是感慨这个奇迹的一个最好的工具之一 音乐就是 我们所有人心灵中的心圣 也可以说是 这么久来 所有的人所经历过的这些天生苦辣的一个总结 一个凝聚 一个永远的传承 音乐可能跟建筑啊 这些都是比较接近 就是说 你看到这些古老的建筑 或者古老的音乐 这么有感染力的艺术东西 你可以觉得 虽然我们的肉体不能永生 但是我们的精神 人类的精神 我们这个物种的精神 我们这个物种的希望和情感 和各种感慨 可以通过我们的艺术 用存下去 以后会让您的女儿去心音乐吗 除非她自己特别有兴趣 我是不会逼着她去做一些音乐的 我觉得音乐之所以伟大 就是说你并不是需要 非常的懂这个东西 或者说是作为一个专业的音乐家 她才能欣赏音乐 完全不是如此 其实大多数人只要愿意去理解 或者带着一个 就是跟听流行音乐不太一样的心态 去听古典音乐 他们一定是能听得懂古典音乐的 就是说古典音乐是一个肃静的 庄严的严肃的艺术 如果你不愿意或者是没有能力 放下平时的这种心态 在这种无所谓的心态 或者是避免情感的触动状态的话 你如果带着肃静 庄严 有仪式感的这个心态去听古典音乐 你是一定听得懂的 因为你的心里一定有肃静 庄严和庄高 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很多人 平时不愿意去触动这一方面的自我 但是古典音乐 只要你有这个能力的话 我觉得是任何一个人 一生中的一个很好的精神伴侣 我也希望我女儿能够听懂这个音乐 能够在这个世界里 看到她自己心灵中的美好 也听到她自己的心声 也可以通过这种古典音乐的 作为她自己形成的一个翅膀 可以在她 最起码在她精神世界中 可以自由地翱翔 疫情期间您陆续担任了几个 国际音乐大赛的这个评委 做评委累还是您演出累 累的这个点不同 累的点不同 演出当然有她自己的挑战 那么作为评委来说 确实有很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平时听音乐 是带着一个欣赏的角度去听的 是带着一个追求 带着一个渴望 带着一种期待 所以说我听音乐的时候 总是往好里去想 哪怕当时这个演奏并不合人意的话 我也会想象 它的好的演奏会是什么样 所以说在听一般的演出的时候 你的心态是赞赏的 你作为一个评委 你必须带着批判性 去听这些选手们的演奏 这个本身来说 并不是我十分喜爱的一种方法 但是你作为一个评委 你有责任 你你的审美观评出这些选手里边 你觉得是好的这些 所以是带着批评的态度去听音乐 是必须要做到的 但是确实是非常 有些时候非常艰难的 就是说 特别是从第一轮到第二轮的时候 比如说从六十几个选手 选到三十多个选手 一半要淘汰 有些时候你真觉得 难道另外那三十几个选手 真的没有资格进第二轮吗 远远不是如此 甚至绝大多数 他们都有资格进入第二轮 但是你不得不淘汰一半人 这是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 对我们来说 当然我们这种所谓艰辛 跟选手们所要经过的艰辛 是永远不能比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评委都会觉得 有点对不起这些选手们 但是作为我们一个评委来说 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评判出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选择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看到一个比赛的好的结果 然后通过这些比赛 有些选手被大众认可 或者被音乐界认可 他们以后成为一些优秀的演作家 那我们看到也是非常非常欣慰的事情 教学是音乐家们最终的事业 这个您同意吗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而且是比较多的例子 确实是如此 但并不是每一个演作家都会成为教学家 但大多数确实如此 因为无论如何一个演作家 通过这么多年的演作经历 演作经历 他一定寄来了很多的经验 这些经验的话 确实对一些孩子们是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他确实是 就像实战里面学来的一些战术的话 这个东西是书里面是学不来的 那么现在您除了担任评委工作 去演出现在又加上了教学工作 这也是一项非常累的工作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我觉得很开心 非常充实 也是非常令我开心的一个状态 而且之前作为一个读作家的话 我们的生活相对来说是比较孤独的 一般来说 绝大多数时候 我们会在一个自己并不是很熟悉的城市 也不会认识那个城市太多的朋友 只不过就是跟乐团合作 然后上台 然后就很快地离开 所以这个 大多时候都是这个状态 所以说 但是作为一个老师来说 你身边会移轻 小朋友们 还有你的同事 这个社会环境和生活圈 会变得专大了很多 所以说这是我刚开始体验的一个 挺有意思的 挺丰富的一个生活状态 那么您对现在上映的孩子们 有一些了解了吗 当然有 当然有 其实我对上映并不陌生 因为在前十年左右 已经开始 基本上每年都有机会来上大师课 也会认识到一些他们这些 相应的孩子们 所以说我回到这边 教书 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吧 这是比较自然的一个过程 现在的青年人 其实少了 当年您 那种脱颖而出的这种机会 感觉除了比赛 没有其他的路径 我的看法是 就是因为现在 有太多优秀的孩子们了 我们当时可能 就是学这个乐器的人 比较少一些 所以说比较容易 引起大家的关注 那现在 有太多的孩子 都太优秀 所以说他们在互相竞争 互相争夺 大家的关注力 所以说作为一个年轻演奏家来说 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会更大 当然 通过新媒体的发展 什么都是两面性的 就是说他们呢 很容易就被大家发现 但是呢 更加难以被大家持续地关注 因为会有 不停地会有新的新人 因为通过新媒体 被大家所关注 但是这个关注的时间 会比较短一些 我们以前一直说 就是 在我们前一代的这些演奏家 只要你一旦 所谓的出了名 一般是一辈子的演奏生涯 就是四五十年 是绝对可以的 到了我这一代 他们也开玩笑 一般也就二十年 差不多 现在看现在的 年轻一代的演奏家 他们出来以后 有很多人 也就是十年以后 就被替换了 那么以后 可能会变得更短 所以这是一个 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向 也是不是我们能管控的事情 只能就是 尽量给孩子们 在这个环境上 给他们寄购更大的竞争力 那么您怀念 社交媒体 蓬勃发展之前的那个时代呢 还是喜欢当下 各有各的好处吧 也有各有各的不好的地方 之前我觉得确实是要 成为一个成功的演奏家 路途确实太漫长了一点 太艰辛了一点 就是很慢 非常的慢 但是呢 它比较稳定 你几乎可以知道 就是在我这一带 你几乎可以知道 有几个这样子的苗头 苗子 他们在以后的 不远的将来 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演奏家 我们都 一般就不会看错的 但现在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就是说 他们都是这样子进来 经常会有时 就是因为有些偶然的这种 网上的曝光啊 或者一些事情 他们会突然变得很有名 所以说 一个事业的成长 的程序变了 但也很难说到底是 哪个是好 哪个是坏 之前是可能太慢 现在可能是太快 太快的时候 不好的地方就是说 其实这些 有一些这样的年轻演奏家 他完全还没有经过 真正的现场演出的 经验的考验 也没有经过 就是 长年累月的 这个 就是 被大家评判的 这么一个过程 有 许多 其实是 还没有达到 那个艺术境界 已经变得很有名了 所以说 就造成了一些 不好的影响 就是呢 比他们更年轻的这些孩子 就听了他们的演奏 长大了 就学了一些 其实并不是很高超的 一些 艺术境界 其实这也是 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 您进入了上阴之后 然后 会更多地接触 上阴的孩子呢 还有 因为长时间 会在国内 然后也会接触到 国内这些 有前途的孩子们 那么 对于这些 展露头角的 这些青年演奏家 您会怎么样地 帮助他们 我 我没有这个 当年斯特恩先生 这个影响力 也完全没有 我们鱼龙总监的 这个庞大的 这个影响力 我只能 以一个演奏家的身份 来帮助他们 就是说 尽量给他们 帮助他们一点 就是我的演奏经验 对音乐的处理 对音乐的去 怎么样去找到音乐的感觉 怎么样再让自己 尽量用更大更远的眼光来 听这个音乐 使他的音乐 生命力更加强大一些 我只能从这方面 去帮助他们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之前是在国家大剧院 演出完了之后呢 我们一起 大家吃了一个饭 您当时是带了 韩国的小提琴家 康中美 然后您就在 那个饭局上就跟我说 这个是 现在最优秀的小提琴家 韩国 当时因为康中美 我们根本不知道 因为他也没有去参加 那后来他才去参加 那个老柴的比赛什么的 然后您就带着 他去一块去演奏 那个室内乐吗 我觉得这个 其实就是 您最好最好 帮助青年音乐家的 一个方式 你现在能记住他呢 我就说 我很开心 就说明我当时 这个把他们带到 中国来巡演 是还是有作用的 我当时就是目的 就是说想把他 他拉得这么好 大家不知道他是谁 我觉得挺可惜的 就想让大家能够欣赏了他的音乐 现在已经非常成功了 是的 那么现在进入了声音之后 那是不是我们就能够看到您更多的演出 在国内 可能会稍微多一点吧 因为之前确实有些时候 因为一直在欧洲和美国 时间来不及 可能就演出会确实会 受到一点的影响 那么现在主要以在上海为主的话 这些这样的事情 可能发生会少一点 对 可能会多一点 但是或者是无论如何 不可能多到哪里去 因为你说在一个城市 一年也最多 变一次两次了不起了 这个也不可能 就是好像一年 在一个地方演出太多 这也是市场不允许的 那么您是怎么选定 这个演出的曲目的呢 一般来说和乐团合作 那都要尊重 艺术总监的这个看法 因为他们是一个 整场音乐会的统筹 他们要看 就是跟他的 别的这些曲目的搭配 还要看整个乐际的搭配 不是说你想演哪个曲子 就演哪个曲子 因为我们大厅曲目也很少 所以说有些时候 我想拉的曲子 已经被别的大厅家拉过了 所以也就不能演了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的曲目量太小 一般来说都是要 通过音乐总监 他们来协调 这么一套曲目吧 或者是一首曲目 您会打磨多长时间 然后上台 这个绝大多数就是我们 就是平行演出这些曲目 从小已经开始练的 基本上都在手上了 那么 真要说是很着急的 比如说旧场啊 那其实几天就可以了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不会这么仓促地 去准备的 就是知道有演出的话 一般最起码提醒 像我的时候 具体码提前三个月 就要开始准备 那么您演一作品 您是忠于作曲家多一些 还是忠于自己多一些 我觉得都必须要有 都必须要有 我觉得演奏家 有一点点像一个电影导演 有点像电影导演 就是说 你看了这个作家这本书 你必须要看进去 你要看他在写的是什么 他想说的是什么 但是问题是 你不可能完全拍出 他脑海里的这个景象 我想作曲家也不指望 你拍出他脑海里的景象 他可能指望着 就是说你有感受 然后拍出你 看了他的书以后 你的脑海里的这个景象 那么你这个电影 拍得好不好 就要取决于 这个导演的审美观了 那么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总谱 听这个作品 在脑海里的时候 肯定会有自己的东西 在里面 你不可能 所谓的完全遵照 作曲家的意图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一个作曲家 无法100%告诉你 他想要什么东西 甚至他也自己 一直在改变 或者变化 我们历史上 充满了作曲家 一个作品 有好几个版本 是他自己改来改去的 有些记者把他写的是 要很响 有些他把他改成 写得很轻 他是可以变的 所以说 我们要尊重 作曲家的意图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理解 他想说什么 他所创造这个境界 他的追求是什么 但是如果说是非常死板的 追求每一个音的正确的话 那也就是变得僵化了 没有这样的必要 我印象当中 我不知道对不对 您发行的这个录音 就是正式在那些大公司 发行的那些录音 没有现场版 都是录制的是吗 有一个是 有一个的 艾尔加达的一些都是 那是现场版 当然它是通过两场演出 就是简介下来的 但是那个确实是现场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 就是录音的 不是现场的 那您觉得这个录音和这个现场 有什么区别 有多大的欺骗性吧 可以说因为在录音的时候 可能有尽善尽美 是的 录音可以做的尽善尽美 确实是如此 但是一个演奏家的精神世界 是做不出来的 就是 他可以把这个 你的瑕疵全部去掉 做得很完美 但是 这里边的精神和他的这个 对音乐的这个感染力 这些东西是做不出来的 就是做不出来的 谈谈您目前使用的这个乐器吧 对 我现在 就是演出用的最多的 还是我用了将近四十年的 这把大提琴 它是非常古老的一个乐器 它是1622年制作的 是就是 可能智琴史上最重要的一个 智琴家族的阿玛蒂 这个家族 就是做我这把琴的 他就叫 Hironomus Hironomus 阿玛蒂 他的儿子叫 Nicolo 阿玛蒂 Nicolo 阿玛蒂就是 Stradivarius的老师 所以说 我这把琴笔 这个Stradivarius 还要老一百年 所以非常古老 我用了将近四十年 这个所以说是 因为这么一个古老的一个乐器 您在演奏巴哈 演奏海顿 贝多芬 一直到理查士特劳斯 它这个乐器是否能够发出 您想要的这个声音呢 啊 明白 你说得对 比如说我们在拉巴赫的时候 我们会尽量考虑当时巴赫耳朵里听到是什么声音 会是模仿那个声音 更加古朴的这种声音 更加空洞 或者是假声的这种声音 而不是意大利美声这个声音 但是话说回来 就是作曲家 往往 他也是非常接受 也是鼓励改变的 往往是作曲家 促使了音乐的发展 和这个风格的改变 或者说是声音的改变 所以呢 这个阿拉提虽然它非常非常古老 但是呢 我想 斯特尔斯如果听到这把琴的声音的话 他可能也觉得 就是个很好的声音 没有必要非常搞得像 现代大提琴的一个声音 当然现代大提琴声音 跟着也差不多 只不过就是没有它更加通透而已 如果您想违约 过去的一位作曲家 给您 创作一部协作曲 那会是谁呢 违约吗 对 过去的 明白 我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首先应该是Brums 希望他能写一个大提琴的奏曲 然后还有一个 Bruh Bruh 我觉得他写弦乐真的是写太棒了 你看他写的那些小提琴曲多好听 他没有大提琴的东西 对 他非常会写弦乐的东西 嗯 还有Bethoven 对 这几位 特别是Bethoven和这个 Brums 没有写大提琴的写奏曲 真的是太远了 太远了 我们太远了 那如果是当代的一个作曲家 您违约的话 那么您会给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和建议呢 我没资格给他提出要求和建议 只能 只能就希望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吧 那么现在 我现在最喜欢演的就是周天写给我的这个 这个写作曲的《水秀》 当时就是 杭州外委约他 专门写给我的 当时其实我也是很担心就是说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因为新作品真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真的好欣慰 拿到谱子那天 开始就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品 所以说非常非常喜爱他 我也希望以后能多演这个作品 他给斯托恩创作的那个小金写作曲 我也听了 我也很喜欢 是 是 是 对 古典音乐是一个精英的语服 或者不太能够跟普通民众联系到一起 这个您同意吗 我总认为 我们每个人都很普通 但我们每个人都很伟大 这是你一个自己选择的问题 你要是说 有些人觉得古典音乐离他很远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就是说 这些认为自己是很普通的 非精英的这些人 只不过是他们选择性的 不愿意去让自己成为一个精英 什么叫精英 精英在我看来就是更加优秀 对自己更有要求 对精湛 美好 质量和境界更加有追求 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凭什么我们在这一辈子里 不止追求这些东西 那么古典音乐能够给你带来这些境界 你如果能感受得到 哪怕你平时是一个普通人 那你精神上就是一个精英 精英是精神的东西 而不是物质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人 都可以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面 可以成为一个精英 甚至成为一个伟大的英雄 或者是甚至可以想象 你可以是万救世界的一个救世主 在音乐当中 你都能找到自己这样的影子 音乐可以给你的想象力插上翅膀 可以让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 可以让你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 可以让你尊重自己 可以让你感受到你的灵魂是美好的 音乐之所以伟大和重要 就在这一点 它可以给所有的人 所有的普通人 带来他自己心灵中的崇高 让他真正认识到他自己 是一个很特殊的奇迹 所以说 如果说音乐是一个精英的音乐 是 就是他可以让任何的人 在音乐当中认识到自己 就是一个精英 那么您作为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读作家 您渴望演作交响乐作品吗 就是说坐在乐队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特别勾你什么作品 我这个是很过瘾的 我记得有些时候 演完协作曲会做到乐团那边去 成为乐团的议员 这个有些时候确实是非常非常过瘾的 因为你成为整个这一个更加宏大的世界的议员 他里面所产生这些能量 是一个乐器完全达不到的 他这种剑响 感觉是太过瘾了 您推荐一个比较少演奏 相对冷门 但是您有非常喜爱的作品吧 其实我以前在国内演出过也就是一次 大家还是不是很熟悉的 就是一个大廷邪奏曲 是Mia Skowski写的大廷邪奏曲 我是从小听这个作品长大的 这也是我父亲的最爱 这个作品可以说是我童年的一个回忆 它是一个 不能说是伤感的 它不是一个伤感的作品 它是一个非常怀旧的一个作品 好比一个发黄的照片 或者是一个在燭光下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说 它这个音乐里面 永远是在一个晚上发生的 而且街上点的那些都是蜡烛的光 而不是电的光 你在这个世界行走的时候 里面充满了回忆 充满了生活中的这些影子 但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这个意境是非常非常深厚的一个作品 当然因为它比较沉闷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娱乐性质在里面 所以说一般来说 演出都不是很成功 但是 你听进去的话 你知道这是一个 让你一辈子不可忘记的作品 就好比 我们现在喜欢读的这种武达小说 和这个 马克斯的这个 《百年孤独》的区别 那这个作品就像那本《百年孤独》这本书一样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您聊一下您即将到来的 跟上海教员团这个音乐会 是啊 这是一龙总监专门给我安排的一个大party 是啊 非常 非常荣幸 也是非常感激他们 给我安排这么大一场音乐会 也演奏了 我也会演奏就是大的兴趣 我中最经典的《百年孤独》 就是 我自己个人一个很大的荣誉 我也非常感谢 教宴乐团和渔动总监 对我这样子的 友情 我非常心灵 你分析了 神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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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兰